提起這個人 因為他是我現在在看的一個case 他的父親就是從小受文革的殘害 那他一直覺得說他像個皮球 被父母親踢來踢去的 他很insist呢 他很堅定的要我一定要去看一齣戲 叫做松子的故事 就是這個松子的故事 松子的故事 好像叫松子的故事 日本片 那我一直跟他講我不要看 那但是他就很堅持的 他已經講了一年了吧 那我就說他一直跟我說他就是裡面的松子 就是我的case 就我的client 他就跟我說他是裡面的松子 那因為他常常這樣跟我講 那我就想好吧 所以我禮拜五看他 因為我最近事情很多 所以我禮拜四晚上要大概已經十二點了 我都洗完澡了 我想好我來看這一齣戲 他跟我說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 可是我一看 喔他有一百三十分鐘耶 我心裡想看到兩點多 結果我一直看一直看 我看了五十分鐘呢 有一些片段呢太graphic 他太血腥了 我就把眼睛閉起來 那看到五十分鐘 就是他下面五十的時候 我就想好 that's it 我不看了 那我不看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那一齣戲太disturbing了 太...看了心情會不好 太...我覺得太病態了 這個松子病得太重了 那...那...我禮拜五就跟我的client見面 那我們就有講到這一齣戲 我說我...我說我... 你怎麼會覺得你是松子 那我就覺得很好玩喔 我看這一齣戲五十分鐘 我所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個松子的一生裡面呢 他有很多的point 很多點的轉折點呢 是他可以做選擇的時候 他沒有做選擇 他做了...不要說他沒有做選擇 我覺得他做了一個不利於他的選擇 所以他的生命就一直走下坡 他最後是以自殺 不是自殺 他是被他殺 那至於他是怎麼殺我 我想...因為這一齣戲太血腥了 而且我覺得太病態了 那...我的client怎麼會說 他跟他是一樣的呢 我又覺得他們兩個差很多 那我的client他一直想跟我講說 他就像這個松子一樣 他渴望父愛 那他父親始終對他不好 那當然我們的時間也很有限 因為...因為我... 他有非常嚴重的戀父親節 我這個client surely很有戀父親節 而且是非常的不健康的 所以我想講的是說 我現在也讓大家來看這個松子 當然...again我要說這個松子是一出戲 那我以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堂課叫做clinical assessment 就臨床評估判斷 那那一堂課很好玩喔 那一堂課就是我們要去剪接電影 把它剪接成15分鐘 然後我們要來評估這個裡面的主要角色 它到底患了什麼 精神病 就mental illness 所以我們最後的兩堂課呢 我們老師就拿了很大的那個popcorn 爆米花是吧 然後我們有drink 我們真的那兩堂課 我們都是在看電影 然後他也跟...他也說 他已經跟學校的這個media center 已經講好了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要... 因為我那個是91年的事情嘛 1991年的事情 他就說你只要把你要... 你要edit的那個片子呢 拿去media center 你跟他說你要edit哪裡到哪裡 他就會幫你剪接 所以那一堂課呢 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當我在plan我這堂課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讓你們怎麼樣對... 譬如說對這個冰山理論 有比較印象深刻 我就在想給你們一些例子 拿這個鬆子的例子就... 就...就浮現在我腦海裡面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我給你們這個鬆子的... yeah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電影 是一個... 是一個日本片沒錯 那這個是真的... 日本片的故事 日本片的故事 那... 其實我這裡面所講的是鬆子 因為鬆子 它裡面所講的當然是鬆子主角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也想跟大家看一個 我們把這個鬆子 就是我...我不是有八個問題嗎 我們如果把鬆子變成他爸爸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這個他爸爸的外在行為是什麼 他爸爸有兩個孩子 一個...一個孩子是... 對...行動不便的 那他爸爸始終在管教鬆子的... 你說他爸爸的外在行為是什麼 偏心 偏心 然後呢 他本身是不快樂 本身是個非常不快樂的人 所以你覺得... 呃... 我們一步一步來嘛 因為你們講的guilty啊什麼... OK...好... 他的外在行為都是指責嘛 那第二個就是他的應對求生姿態 他的stances是什麼 blamer 非常的清楚對不對 指責嘛 都指責這個鬆子 那再來他的內心感受是什麼 補償作用 內疚 因為怎麼會把老二...老妖生成這樣嗎 無奈 還有呢 可能也有憤怒 憤怒 什麼relation triangulation 哦...他好像學以自用 他講的是一個三角形的關係 這個有... 有... 有鬆子 然後有媚 有父母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父親是對妹妹是愧疚 但是他卻把這個憤怒指向松子 只要松子 你看松子 他才要去dating了 要去跟人家談戀愛了 多高興的一件事情 回來跟妹妹談 結果就被父親如此嚴厲的責備 然後你看他... 松子跟妹妹也有關係 然後其實這個妹妹始終是在這齣戲是 至少我看了50分鐘他是silent 他沒有說什麼話 那松子跟妹妹也有一個關係 但是... 卻因為父親的關係 他跟他妹妹的關係也被破壞了 亞娜 後來他父親用什麼樣的處理方式 來處理他父親的內心的感受 憤怒 指責 指責 毀滅自己 其實他想毀滅他 你覺得他... 父親想毀滅他自己 沒有 松子想毀滅他自己 松子想毀滅他自己 對 我在想這個故事裡面 他是不是一個單親父親 欸 他有一個媽欸 他有一個媽欸 可是這個媽也都沒有說話欸 嗯 因為日本是一個父親社會 父親社會 太強勢了 這個爸爸 嗯 那個媽媽 他有把他... 有演一個媽 我覺得好像日本很多小朋友 哈哈 我們要小心 沒關係我們這裡沒日本人 但是我小心 你覺得美國社會就比較不會這樣 對 日本太壓抑了 對對對 你告訴我更多 你告訴我更多 Tell me more about you 對 我就看很多美國軍的劇情 嗯 那 我覺得 我以這個為例子喔 因為其實這齣戲喔 這個松子後來就真的是自暴自棄 那 他其實演松子這個人長得很漂亮欸 那他有一個 其實是very annoyed 他一開始就是演他 嗯 他每次只要一緊張的時候 他就會做出鬼臉 然後大家就覺得他很討厭 覺得現在是這麼嚴肅的時候 然後你做這樣的鬼臉 然後他就會開始去追溯 為什麼他會喜歡有這樣子的鬼臉 就追溯他小時候跟他爸爸去一個遊樂園 他爸爸根本沒理他嘛 就只是好像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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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會走路的人好了 但是是一個沒有感情 沒有表情的人 然後這個松子自己在那裡 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欸他發現他爸爸 好像只有對他的這個鬼臉有反應 很可憐喔 那後來這個小女生 這個松子嗯 當然他都遇人不說 那他也作見自己 然後就是在男女關係上面 他就一直是被人家所利用的 那我的Client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就像這個松子一樣 他要的就是一個 我需要被愛 就是其實就是Sedir所講的 我需要被愛 是非常的強烈 那其實在生活裡面呢 我這個Client呢 他也做出一些crazy的事情 那他那天透露了一點點 他也有跟我講說 因為我不是跟你 我跟你 我跟大家分享說 我看他看了三年 那有段時間他去看了其他的人 其他的consul 他就說其實他去看其他的consul 他是跟其他的consul講兩件事情 他始終羞於告訴我的 那他那天大概多多少少講了一點 我可能也有猜到他講什麼 他說因為他爸爸始終對他都沒有關愛嘛 他講到說 但是他又渴望他父親的愛 他說他小時候他印象中 就在國內物資非常的缺乏 所以都是吃那個米煮成的那些粥給他 他說他媽媽都不會管他 但是他爸爸呢 就會那個粥就會兩個杯子這樣子倒來倒去 把他弄涼 然後在湯匙把他吹涼給他喝 他說這一幕他都記得 他父親對他的關愛 但是他媽媽對他其實是沒有這些愛的 後來是因為他爸爸有外遇 大概七歲的時候他爸爸有外遇 所以對 我姑且叫我的client叫他綠子 綠子 我自己要寫起來名字我大概忘記了 綠子 後來這個綠子呢 我剛剛講到什麼 七歲以後他爸爸有外遇以後 他爸爸就對綠子非常的 就整個關愛都沒有了 就withdrawal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綠子都是跟他媽媽在一起 那這個綠子也很氣爸爸對家裡的對媽媽的不忠 所以就導致成呢 他後來呢 真的是有一些行為上的偏差 for example 他後來就是透過網路 嫁給一個跟他爸爸年紀差不多的外國人 那當然這個外國人非常的愛他 這我覺得也是what a blessing 雖然說這個外國人是第四次婚姻 但是非常的愛綠子 那這個綠子呢 他說他不敢啟齒這兩個 也就是他 有點像這個松子所講的故事 就是他其實就是 卸購了一些老男人 那這些老男人只是做了一些 比較caring的動作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可以跟這些男人在一起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這個讓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他有一次也跟我講到就是說 他有一次在 在supermarket就看到兩個homeless 就是衣服都非常的poor 那他就把他們邀回家 就請他們吃飯 然後叫他在家裡洗澡 那我聽了我就我就會覺得wow 那他就會跟我說 他說他覺得他自己就像這兩個homeless一樣 他缺乏愛 他只是他常常希望說他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愛人 那他現在有能力來愛這兩個street people 那他說他那一天就給他們衣服穿 煮東西給他們吃 那他想告訴我的就是說 他覺得他自己就像個乞丐 他是如此的渴望被愛 那我當然有跟他講說 我說那你先生知道嗎 他說先生不知道 我說你怕什麼 他說他先生一定不會允許他做這樣的事情 我說為什麼你先生不允許 其實我當然想跟他講 怎麼樣是不好的 那我就有點引導他 為什麼這樣是不安全的 為什麼這樣子是有欠考慮的 那我也告訴他 如果他要有這樣的愛心去幫助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avenue 他可以去釋出很多他對這些homeless的慣愛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說 這一個松子跟我的client綠子 他們的這種小時候被 被怎麼講呢 被忽略 然後當然我會覺得很可憐 其實我每次遇到這樣的client 我都好希望說在他生命的哪一個關卡 他只要遇到上帝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生命會不太一樣 他至少有一個方向 他至少生活有一個準則 那我會覺得說聽到這種故事 是很很sad 那我自己也有一個自我觀察 自我好像在自我觀察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當我看到一個這麼破碎的人 我自己也看到我的一個 嗯怎麼講呢 我看到我的一個好像想趕快把救恩告訴他 可是其實在這三年我看他的過程 我用不同的機會 我有跟他講福音 但他他並不接受 因為他到了 人生到了這般田地 好吧 他只相信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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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不相信有人愛他 那他其實他為什麼 他也不能感覺得神愛他 就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他也蠻有趣的 那他也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他一來看我跟我說他要去跟人家結婚 但是不是跟他現在的老公結婚 對不對 我們都可以叫他綠子好了 那我不是跟他說 我不能看你嗎 我說你的先生也沒有生病 你也沒有跟人家離婚 你怎麼可以去跟其他男人結婚生小孩呢 我說這個跟我的價值體系差太遠了 那 for whatever reason 他就一直要跟我在 因為他說幾個 counselor之間 他覺得我對他是真的關愛 那我也相信有一些人 有些 counselor真的是賺錢 時間到了就叫他趕快走 我也相信是有 但是其實我對這個 我的這個綠子 我心裡面是 蠻被burden的 我所謂被burden就是說 我有時候覺得好像這個救恩 我真希望我有一個magic wand 一個把它點一下 他就信阻了 但是我看到他這樣 我想講的是什麼 我看到我的急躁 我心裡面有個急躁 我想他趕快認識上帝 但是又看到他沒有辦法認識上帝 他的這種在自己的 在自己的這種 被damage 被傷害的這種自我思維裡面 我覺得他走不出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例子 跟我的這個case 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四周圍 不少這樣的例子 他要對我們夠信任 那像他這個禮拜就跟我講 他不敢向我啟齒的這兩個例子 當然他roughly的提到 我也沒有叫他detail的告訴我 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夠strong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不想告訴我 他希望我對他的印象不會低到太糟糕 他想在我面前有一個好的 一個good image 然後他說他去跟其他的counselor 他並沒有想跟他們待太久的時間 反正他只要process那兩個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 unlikely and impossible 我也看過他的父親 但是他的父親 我覺得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family therapy approach 我們現在所學的東西 very useful for這個濾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family dynamic 的作用 然後造成這個濾子這麼被被damage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如果說要有一個family therapy 把他的爸爸帶來 媽媽帶來 不太可能 因為geographically不太可能 一個在China 或在China的不同地方 那甚至於他們來了美國以後 我也的確看過他媽媽 也看過他的爸爸 媽媽是可能還workable 但是他的爸爸 我覺得根本就是 像一個鐵牆一樣 所以也就是我今天給 我今天給大家這個冰山理論呢 除了給大家看到 除了這個冰山理論 這個iceberg 我們只看到上面的東西 其實下面有很多的東西 也就是我給你們講濾子 跟這個松子的故事 講了一大堆 那我現在還要再move on一個東西 也是我覺得今天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怎麼樣幫一個人 become congruent 第一步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很多的exercise 我們要去be aware 去notice their feelings first step in a way 我們也要notice我們自己 be aware of our own feelings 所以我剛剛有一點分享 就是我自己as a therapist 我又有一點急躁 焦躁 我也要有這個 這個concept otherwise我可能就會把我的一個 東西 加在他身上 給他帶來的壓力 所以如果在move on的話 譬如說 這個應對方式跟 好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 OK我們已經知道的 我們 我先用這個松子好了 這個松子 我們如果是以第一個例子來講 他 他外面其實 他用的是一個好像小丑一樣的 他半鬼臉對不對 半 半鬼臉 這是外在行為嘛對不對 那他的應對求生方式 他可能是討好 討好型的 或是根本無關緊要的 或是這個distractor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的下面 他的下面 他的下面其實是 很多很多感受 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講過對不對 他的內心的感受 其實是被忽略嘛 孤單 孤單 失望 要被愛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這是下面的感覺 那 當然我們pretent 他是一個 怎麼講呢 他是一個會 因為usually這麼小的小孩呢 是不太可能會用iMessage 一定是大人叫他 一定是大人叫他 but anyway我們把pretent 他是一個可以 我們現在是叫他 他也是一個大小孩好了 我們就叫他這個iMessage i iMessage 用我來開始 我的訊息好了 我訊息 iMessage 你就可以 跟爸爸講 爸爸 我覺得好傷心喔 我每次 我今天跟你去遊樂園 你都沒有看我 你都沒有理我 他表達自己的感受 他表達自己的感受 爸爸我覺得我 好像被你忽略了 爸爸你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心都不在 你心不在焉 爸爸我覺得好孤單喔 爸爸我覺得很失望 你怎麼都這樣對我 我跟你做了那麼多鬼臉 你也沒有理我 或者是爸爸 我真希望你跟 你可以愛 像愛妹妹那樣來愛我 這個就 這個就有 congruent 這就是一個 congruent 還有他 我們這裡面其實也有講到 就是說 他的perception 不容易 而且不自然 不自然 而且他可能講出來 他爸爸的反應會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說 因為他不自然 因為他講出來沒有用 就不做嗎 Burdens him Burdens who You mean father the son the son 哦 松子是個女的 oh the daughter 嗯好 其實 其實在我們這一行 在做的都是右手 右撇子嗎 你們用左手寫字看看 現在 你們用左手寫字看看 好 中文 寫得出來嗎 可以 還是可以寫出來 是Y798嗎 很慢嘛 但是如果你在練習再寫久一點 會不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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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在 在我們的therapy裡面呢 我們常常也會被這樣挑戰 就是說這樣不自然 這樣不是我 那當然 這話也講的有道理嘛 這不是我 但是一方面我也會說 很多東西是你學來的 那就好像你用左右手 右手是你的dominant hand 你現在用左手寫字 就很不自然 你也寫不出來 那我會說那只好練習了 但是 我覺得 in reality 他如果這樣回去 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可能會理他嗎 可能會 也可能不會 我們不知道 right 如果說是以我的 對不起 再回到我的那個case 綠子 如果是綠子 他這樣告訴他爸爸 可能很多時候 是被他爸爸罵 或是他爸爸根本就不曉得 他在講什麼 呵呵 但是也可能會有work的時候 那綠子 可以這樣子做 除非他真的要怎麼樣 他自己要很strong 要有人去support他 那那個support system 來自於哪裡 我覺得對他來講 是很薄弱的 只有這個therapist 但是如果他信主就不一樣了 他如果信上帝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信主就是 他 不接受了 嗯 我覺得他信主 沒有要求 發發展的 自己的 那個信主 還有他有一個全員 yeah yeah 立志行山由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對不對 還有神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神的能力在軟弱人的身上顯大 赦免 赦免 赦免我還不太敢講 因為不是這個stage要講的 但是譬如說 yeah 我就會跟他講 如果他信主的話 我就會說要禱告 求神幫助你 如果說你的爸爸聽不進去 其實 在我們這一行裡面呢 How would Satir do that Satir Yeah How would Satir help 不是就是在講康古倫嗎 That's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Oh Just tell her ask her to approach that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 到底是我腦筋不清楚還是 We need a coffee OK OK 我們呢 前幾次都在講 Satir 這種incongruent 不是說死責嗎 討好心的嗎 irrelevant嗎 還有一個是什麼 super super regional的嗎 那他現在不是說這四個都不好嗎 都沒有把你真的冰山下面的感受給講出來嗎 所以他現在就說你現在要去get in touch with你冰山下面的感受 對 然後要比 congruent嗎 然後現在不是就交了這個i-message嗎 所以Satir為什麼說他是一個 其實給大家看這個metaphor呢 也給大家看到Satir喜歡用metaphor 就是一個所謂的隱喻 因為他一個圖形給大家 大家就比較曉得說 哦原來人的行為跟外表看出來的感情 只是一點點 這個冰山下面還有很多 所以這也是 我覺得這也是Satir他unique的地方 他的metaphor總是會有他的impact 會有他的一個 一個impact 會有他的一個strong message 那Satir他會 他會怎麼講 他也是一個溝通大師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這個冰山理論講到這個concruent的這個communication 你要用i-message i-message後面要講什麼呢 就是在講 你要講出你真實的感受 你的真實的感受 所以我們親愛的牧師先生 如果你下一次覺得你實在真的是 心裡面有很多的感受 你可以說我現在狀況不太好 或是給我一點時間 這樣也是一個concruent的做法 當然有的時候是right away you need to take attention you need to take action 那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Satir 也沒有什麼message 也沒有什麼communication 因為如果說是risk 譬如說是有人馬上 譬如說有人入院了 那你馬上要take action去處理一些事情 這裡可能life and death 這裡談不上therapeutic issue 或therapeutic approach 沒有什麼心理治療的方式 那你要的就是你的一個行為 你要去救人 當然我們現在不錯這個 但是如果說有一天你在跟你的youth 或是你在跟你的pastor談話 你覺得你已經 你已經flooded with a lot of negative emotion 你的心裡面已經非常的憤怒生氣 instead of flat effect 你可以告訴他 也不需要說show them angry 咬牙切齒 你可以跟他講說我 I'm about to I'm feeling boiling inside I'm about to throw this to you guys I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這個是個action OK I feel like to throw you my whatever 這是個action 現在講的是feeling 你可以說I'm boiling inside 當然也不用這樣 I need some time to come down and to think straight to talk to you instead of一個flat effect 因為這個flat effect 其實他所帶出來的message 可能有很多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我有一個client 是我最近的 我跟你們講 我不是有一個client 7歲跟他的父母親來 從台灣來美國嗎 就他的父母親 什麼都要這個client做 這個client很孝順 他帶了他的媽媽跟他的先生 三個人一塊去 就是Grand Canyon Grand Circle那裡 他就氣他的母親 他母親一直sneeze runny nose 然後他們不曉得他到底是allergy還是生病 所以他的媽媽呢 他就給他媽媽藥吃 他發現他媽媽都沒有吃 他就很氣 他媽媽只concent那個藥多少錢 那反正他就是不吃 那後來他們又去買 去買東西 譬如說去買apple 他說他的媽媽就買了一個bag of apple 裡面當然就很多蘋果嘛 那他說他們只現在一天就要回灣區了 那他當然就很生氣 怎麼會有一袋蘋果在shopping car裡面 他就問他老公 他老公說當然不可能是他拿的啊 因為他說他老公不吃水果 他就問他媽媽為什麼要拿 他媽媽說因為便宜 那他就很氣他的媽媽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是以前來看 看錢 那他就很氣他媽媽說 為什麼 後來他跟他媽媽講話 他媽媽眼睛就是閉起來就不說話 他說他寧可他的媽媽跟他講說 我不吃藥 因為藥怎麼樣 他寧可他媽媽跟他講說 因為我這個client is very smart 他自己開始analyzed 他說到底他是省錢不吃藥 還是到底是他passive aggressive 他其實totally disagree with me passive aggressive就是他 passive對被動 aggressive是被動的 這種人雖然被動 但是他卻aggressive 比如說你跟你先生講話 兩個吵得不得了 他就給你silent treatment 這也是passive aggressive 這也是一個被動 這也是一個被動性的攻擊 他不講話 他是沒有打人 可是你說他有沒有power 他有power 他不講話 你拿他有辦法嗎 沒辦法 所以我的client說 我的母親到底是為了省錢不吃 還是他passive aggressive 他根本totally just disagree with my opinion 他根本就是完全不贊成我的想法 他就是不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說他的母親是怎樣 為了省錢都好 但他母親就是不說話 所以我說這個flat effect呢 你說好像外表看起來 你沒有do any harm 因為你什麼事都沒有做嘛 但是 但是卻讓跟你共識的人會怎麼樣 抓狂 抓狂 其實旁邊的人都會感受到 所以這個沒表情 我剛剛也把它放在 你看在iceberg 他是最上面的 其實下面是很多感受的 所以我們現在你說setir的方式是怎麼樣 就是用I message 但是他let it out 他是很civilized的方式耶 不是說我要拿東西丟你耶 對母親非常不行 是的確啊 你看他們來美國這麼的辛苦 所以他們的下司觀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動作 所以我們如果說再回到 你說setir要怎麼做 第一個感受 他當然去get in touch with他的感受 他現在有這個awareness對不對 然後他的perception 我們現在到底要講松子還是 就講我剛剛的那個 台灣來的那個好了 最近的那個 台灣那個 這個perception 我的client的perception要不要改變 他的觀點要不要變 他要去明白他媽媽的背景 他要去明白他媽媽的背景 他要去明白為什麼他媽媽會這樣 他媽媽為什麼眼睛會閉起來 他媽媽也老了 對不對 他媽媽可能也睡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都能是別人 他媽媽 最主要是他很反向媽媽 不是因為這兩件事情 只是這個藉口 只是這個藉口 而是他跟他媽媽的 多年來的那個恩恩怨怨那個情節 那個心節 他如果要先出去玩為什麼要帶著他媽媽 這個在美國根本是不可能 是不是我覺得 因為買了蘋果也OK 所以我想講的 我也是這樣告訴我的 買個蘋果也沒什麼 也沒有什麼 可以放啊 每家的媽媽大概都是這樣 每家的媽媽 所以其實 如果你們學了這個就知道呢 我也是這樣跟我的Client講 因為我跟妳講過他很Test Oriented 他來我這裡需要寫下什麼東西 我又給他什麼Lessons 有沒有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你跟你的母親的這種心結呢 是要慢慢的去把它一個一個去化解的 不是說好像你寫下來就Done No 沒有那麼簡單 那他浮現出來的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 他下面其實還有很多的東西需要去 需要去改變的 那譬如說我們再回來這個觀點 他對他母親的這個觀點是不是要有點改變 他本來是可能只有Tunnel Vision 只看到他母親可能是衝著他來的 或是他媽媽太chip了 但他如果再看到說他媽媽可能年紀老了 他媽媽的成長背景 他媽媽這麼多年來被一個根本就不負責任的先生 只會吃喝瓢沒有瓢 吃喝瓢的老公在一起 他一定他的防衛機制就是 什麼東西都是要念得緊緊的 那他的Perception如果我的Client可以看到這個 他會不會氣成那樣可能也不會 可能也不會 那他的期待呢他的期待 他的exploitation呢我就跟我的Client講說 你這一次出去你也看到了 你帶你的先生跟你媽媽出去 一個是很傳統的台灣的老太太 一個是很先進的好像在Google做事的 這個high tech的先生 那他媽媽呢 他就說他說他覺得 我說你是不是覺得很有壓力 他說對 因為他先生說他先生出去帶了很多iPad iPad whatever一大堆的就放在後座 那他媽媽每次倒水的時候 他先生就會很擔心 他媽媽會把那個水就 倒到那些東西上面去 所以他就跟他媽媽講說 不要倒水 就是要到外面要喝水的話 就是下了車再喝 他說他媽媽完全不把這些話聽進去 他媽媽還是繼續倒他的水 喝他的水 所以他就說他覺得很有壓力 那他這個exploitation 是不是again 他是不是也要有所adjust 他這個期望 他要adjust什麼呢 他對自己的期望 跟他對先生 對媽媽的期望 對自己的期望是什麼呢 從這一次的經驗我發現 如果我以後再把媽媽跟先生 放在一起的話 我就是get in between 那我就會非常的焦慮 那我以後可能 我的arrangement 就要有點不一樣 我對我自己的期望 就是不要想 每一次做事就想 怎麼樣 一網打盡好了 就想討好那個 又討好這個 不太可能同時討好 那他對先生的期望呢 他對先生的期望 也不要期望先生再告訴他 他 因為一定要他轉述嘛 媽媽不懂英文嘛 他一定要去轉述 給母親 也不要期望他先生 一旦告訴他 他媽媽就會改變 也不要期望他先生 說的話 怎麼講呢 他都可以去 我在想 因為他自己 都沒有辦法處理他自己的情緒 所以已經 我覺得其實是蠻sad的 那這個母親 這個母親 她當然也需要跟她 好好 可是這個媽媽其實說真的 她媽媽已經回台灣了 是不是她媽媽有一個fusion 就是因為她媽媽什麼時候都要 對 所以其實這樣的小孩 她會認為 她的母親就是她的責任 她去哪裡就要帶著她 沒錯 我們談過她 中間的這個 conflict是很大的 tension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 其實 我跟大家談這些 就用satir的這個來看 其實是有很多的層面 是你要去 去take care的 然後 講到這個渴望 我想這個渴望是最簡單的 Universal Truth 大家都渴望怎麼樣 被愛 被尊重 那如果說她的 她的這個自己 我是呢 她的自我 我會覺得是 有一點是比較虛的 膨脹 但是裡面是 裡面是乾的 就是 虛有其表的 也不是 對 她的自我觀 其實我覺得 to a certain degree 也是 unhealthy的 那 所以 OK 你問我 因為我satir做什麼 就是做這 如果當然ideally 如果他們都local 都可以到office來 其實這也就是 我們最後兩堂課 我們會用group 來那個 我們可以來看看 這種dynamic 如果說把他們 全家都帶來呢 Are you asking me or how am I going to input satir 像Dr.Phil一樣 在電視機前 其實在satir裡面呢 他有他的一定的 beginning phase of family therapy and middle phase of 譬如說他的beginning phase 他可能會花幾個phase 去做assessment as a family already 也會有individual 都有 所以他是幾個session 可能5 to 10 然後他的middle phase呢 可能又有 middle phase很蠻長的 maybe 10 to 20 sessions 他就是在看這個family 是怎麼的 yeah 然後就conclude 正確的自我觀 其實你就可以想想看 在你跟人際關係 特別是跟你熟的 跟你親近的人 你的 所以self awareness 自我認知 就是第一步 自我認識 就是你 當你感到說 你聲音變大聲了 你的心跳變快了 然後你譬如說 有人是胃痛 或是你的muscle getting tight 就是你好像就 呃 怎麼講呢 你的肌肉開始有點緊繃 那你就要想想 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你這時候正在生氣 或是正在傷心 或是正在焦慮 那這個就很好 那你就看看 欸 是什麼東西讓我焦慮 如果說我以前 我會怎麼樣的反應 可能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有自我認知嘛 如果說我以前 可能就罵回去了 如果說我以前 可能就 就silent treatment了 如果說我以前 可能甩門就出去了 喔 那你這個自我認知是第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說你心情夠平靜的話 你就要跟 你就要跟那個跟你有confit的人 你就用I message 我 我 我現在 嗯 心情 不太穩定 或是我現在 心情有點受影響 像我會跟我女兒講說 媽媽現在不高興 我對我女兒就很坦白 媽媽現在不高興 需要time out 那媽媽安靜的再回來跟你講話 那像我女兒我也會跟她講 特別她剛五歲了 我會跟她講說 其實我覺得對小孩呢 我常常會覺得求神給我一個有智慧 因為 我們一方面要小孩子哭 我們 不要說你不要哭 對不對 這樣不是 好像她不可以own her feeling right 那 但是小孩子也有很多時候她哭是 是你丟的 現在是not reasonable 那你要去有點discipline她 對不對 所以每次我女兒在哭的時候呢 我就說好 那你 我會 我會叫她去她的房間哭完 然後忽然再出來 呵 出來再跟我講話 或是我有時候就會直接跟她講說 妹妹你已經五歲了 或是你快五歲 她現在已經officially五歲了 或是你要記得你是五歲的姐姐了 那她有時候很管用 馬上 呵呵 就不哭了 那我就會跟她講說 欸 你看你可以self control 你說不哭眼內就收回去了 呵 蛤 蛤 我想 最主要是awareness 然後再來就是她的這個冰山理論 你要用iMessage 然後你的perception 就是你perceive 你去 你去 她是觀點 你去怎麼看事情 你的預設立場 是要有 有去怎麼講呢 你要adjust 你要去有點調整 對 always是你自己 不是對方 因為對方你可以控制嘛 你控制不了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你控制自己 你要有什麼觀點去改變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你給我一個exemple 那我們可以往那個 對 然後你的期待 你對這整個事件的期待 對對方的期待 對 期待跟你的 你怎麼看事情 passee 你的觀點 不是好像台灣有個節目 觀點與角度嘛 你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角度 看事情就不太一樣 我再回到剛剛你講的這個family therapy 如果是一個family therapy的session 你怎麼去做它 一般來講 如果說這個family裡面 有一個violent 譬如說像我剛剛講我那個client 這個鬆子 我的綠子的這個client好了 他爸爸是violent 甚至於會想叫他女兒去殺人 這個時候的family therapy 最好也就不要把它們放在一起 你知道嗎 因為有個safety issue 有safety issue 有safety issue 嗯 OK And then What do you do first 我因為知道他們as a family在一起 我看到他父親的 其實平常是聽到父親的 聽到父親的 都是經過我client 綠子的描述嘛 Exactly 但是當我看到父親的時候 我發現是真的 那這裡我就會覺得說 我的assessment就告訴我 這裡有一個safety issue 他們兩個在一起 可能那個anger 情緒就會 就會節節上升 那我當然 是要avoid這個啦 你知道嗎 我的approach 這個什麼 Satir的approach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因為有一些approach呢 是很注重confrontation的 你知道嗎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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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這種 治療是非常的 針鋒相對的 嗯 我 我 So first individual Yeah, first individual And then when they cool down Do the family therapy When they 你在talking about my client 綠子跟他的 father No, Sa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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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When we talk about 這個family therapy 其實很多他們都覺得 這個change 必須 within a family system 嗯 這個overall 是他們的一個concept 一個notion 但是 我現在其實已經有把它變成說 是一個在 嗯 在一個individual 你了解一個人的individual where he or she is from 嗯 嗯 然後 至於說 可不可以他 把他在therapy裡面所學的東西 用到他的家裡面去 這個當然要with a lot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我不知道 Yeah 所以我現在所講的family therapy 是有一點altered的 Yeah 跟 跟原本的是不太一樣 他原本可能是整個family 大家都在一起 然後從 從 從 對 從個別人裡面的 嗯 所以是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maybe you feel confused 因為你一開始沒有 like that 其他人有沒有confused啊 沒有啊 因為這個是個tool 那你 yeah but then ultimately it will lead to family therapy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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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it's not Satir's approach Satir's approach 可以適用於個人 individual alone 嗯 可以 我們講過Bowen 我再講一次 Bowen的therapy呢 不適合小孩 因為他太用腦袋瓜了 Satir的就可以 因為他 譬如說Satir 他的那個 呃 gesture 小孩子可以感覺得出來 Satir 用的這個metaphor 小孩子也會看 所以Satir的東西 小孩子也可以用 所以Satir的東西 呃 適合於 大人小孩 還有family individual 因為他的東西比較 experiential 而且他用很多 visual的東西 給你看 這樣有清楚嗎 我想我下禮拜會再繼續 講這個 講這個病患理論 我們在最後的兩堂課有沒有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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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